美国媒体Politico引述两名与中国高层有联络的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前外长兼国务委员秦刚在今年7月底在北京一家军医院去世 消息指他可能是死于自杀 也可能是死于酷刑虐待 秦刚失踪一段时间后被革职 当局没有说明原因 到现在也没有露面 有报道指中国调查他在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时的私生活 是否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外传他在美国有一名尸身子 而他也与中国防长李尚福革职 以及中国火箭军被整肃有关